剛議市政府蕭鳳叫救護支揮科在日前接著報案 說在紅毛比有兩名民眾車好需要救護車協助 所以就馬上派遷到第二次蕭鳳大隊 南潭分隊的救護車全農救援 該次南潭分隊救的臨車到當時 兩名最正在現場當台救完 救六位時期都能採訪最正的狀況 歡迎兩人都有搜索 包括在意識清澈 救六位時期替兩人進行最靠出地集 算是白帝了 現場老先生腳有一個明顯的撕裂傷 那婦人有多處的擦傷 那雙方面是因為分別要外出 然後在那個鄉村的小路不正發生擦撞 那我們到達現場後 我們兩輛救護車的人員分別評估 然後做在簡單組織之後 確認沒有其他的傷害之後 我們就分別的送往聖馬爾定醫院 去做後續的處置 那我們呼籲 因為雖然說虎麻痺地區 它平常車輛不多 但因為也是車輛不多 容易造成用戶人的親戶 麻煩用戶人在平常行車的時候 還是要隨時留意周邊的情況 還要注意行車安全 經濟了解其他一名車輛要出門辦事 在經過人麻痺時 跟另外一個車輛發行錯誤 造成兩人善善受傷 跟其他傷及也好民眾 請到東北注意路口感受萬行 這才補中組織性生命 再三人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